中国是桥的故乡,自古就有桥的国度之称 快速发展的建桥技术让中国建造的桥梁创下多项世界纪录 在这其中,位于江苏省会南京的南京长江大桥犹如一枚璀璨的珍珠 它是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新中国第一座桥 近日,中国新闻社记者跟随着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发起人卢安东一起 用镜头来讲述南京长江大桥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在水流湍积的长江下游没有一座大桥 当时民众若想过江只能靠轮渡 给新中国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1956年,武汉长江大桥还在建设之中 国家又做出了在南京建设长江大桥贯通金户铁路线的决定 1960年正式启动建造 1968年的一共是军工两次 先是这个铁路桥通车是9月底 然后是公路桥通车是12月底 卢安东是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因为对桥梁建筑中碍 2016年发起了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 卢安东在采访时向记者透露了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困难和不易 南京长江大桥实际上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建设的一个新阶段 从58年开始中国尝试自力更生的路线 从技术原材料全工业体系技术研发 全部是我们自己来做 卢安东告诉记者 之所以把南京长江大桥比作为中国的真气桥 有这样一个真实故事 为了给南京长江大桥提供这个桥梁钢 所以委托了安山钢链上来研发一个中国自己的桥梁钢 经过了技术公关全国支援研发出来这个叫十六蒙钢 之后的几十年就中国的整个桥梁建设铁路建设都用这个钢 所以这个钢叫做真气钢 而南京长江大桥成为真气钢应用的第一个重大项目 所以叫真气桥 镜头前的这个潜水装置 也凝聚了当时潜水下到江底进行水深探测工人的故事 南京长江大桥的这个江底的深度过于的深 它超过了就是人能够潜水达到的一个生命的极限 所以当时呢其实是潜水员冒着生命危险 突破了就是国际上公认的潜水的这个极限值 这是第一批下水的就是胡宝林 就是他的照片 当时胡宝林下水的时候戴的帽子 就是他的配重 谈及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时 卢安东这样表述 我们关注点呢其实是去尊重收集梳理 很多对大桥有记忆的人的记忆 然后记忆呢需要相应的载体 所以最早早我们其实是向社会去征集 汇总在一起的就是这么2000件物件 这些物件呢背后都对应着不同的记忆 南京长江大桥其实是中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 进行国家基础建设的重要一步 也是第一个重大工程 如今南京长江大桥每天负担着江南江北的交通出行 也迎接南来北往的游客驻足欣赏 我觉得南京长江大桥在中国人心中是第一位的 是最棒的因为很美很壮观 一桥飞驾南北天欠变通途 从南京长江大桥开始 我们中国的桥梁建设进入了一个自力更生 自主研发的一个阶段 所以他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桥梁建设的一个新阶段的母亲 带动了中国桥梁建设伟大的一个历程 到今天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桥梁建设的大国 强国和领先者 南京长江大桥位于南京市下关与浦口之间 是华东地区江苏境内衔接南北至沪宁 金浦两条铁路干线的特大桥梁 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 公路两用桥梁 2014年7月入选不可移动文物 2016年9月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